六周选举还没有开打 各阵营的唇枪舌剑一触即发 没错 国盟主席丹斯里木尤丁 炮轰两任首相加剧我国的贫穷指数 让国内22%的M40群体降级成为B40群体 木尤丁所指的两任首相分别是第九任 首相纳杜斯里伊斯麦沙比利 和第十任首相纳杜斯里安华 同场的一党总秘书纳杜斯里达基尤丁则炮轰 团结政府成立六个月以来 丝毫没有作为 作为国盟领头羊的丹斯里木尤丁 昨晚在斯美兰的一场政治讲座 将炮口对准政敌 他先侃侃而谈 在出任第八任首相时 我国因为受新冠疫情肆虐 面对的挑战 以及重提自己在疫情期间 一度红遍网络的口同禅等等讲词 木尤丁出示了抗击疫情的成绩单 等振兴政策后 话锋一转 炮轰第九任首相 伊斯曼·沙比里 和新任首相安华 都无法解决国内的贫穷问题 导致国内贫穷指数越来越高 让原本被定义为 中等收入群体的M40 收入越来越少 降级到V40 Bahal dalam tinjauan yang sudah pertengahan 新的总机查司 活动的重头戏 自然是巫统前总秘书 安努亚穆沙高调加入一党 那对于另一名 遭巫统开除的 卫生部前部长凯里 是否同样心系国盟 也是国盟总秘书的 达基友丁直言 凯里目前虽然没有公开表明 会否加入国盟 但他的立场是与国盟同赛 根据达基友丁 凯里目前还没有决定 但他这个月 已经和穆友丁见面 两人预料近期会在会面